民雄交流道 两车三人受困大水中 度过惊恐一夜等待救援 就怕盐水会让三人全灭顶 等到天亮 终于等到消防队员前来救援 大雨下不停 嘉义民雄地区的地下道 整个被水淹没 民众报案说地下道有车 消防人员也赶紧出动搜救 消防人员背起氧气桶 全部武装准备下水搜救 一旁民众看了也忍不住 替他们担心 有车里面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 搜救人员潜水找了两个小时 但就是没发现任何人影 二三号一场大雨 让嘉义民雄这处地下道 整个被淹没 有的骑士及时牵车逃出来 但动作慢的车辆 就被整个淹在水里 但驾驶到底是生是死 没有人知道 另外在嘉义这处寒洞 也有两人受困车上 差一点灭顶 现外人员也紧急出动 下面一艇将人救了出来 幸好人顺利脱困 没有受伤 只是趋经一场 记者嘉义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